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来介绍的是 管理数学这门课的一些 我们相关的一些资料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个人 我叫做李博坚 那我的个人资料就在这个地方的话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我大概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门课的这个课程的简介 这门课是两学分开在气管系 我们这门课的教法的话 是采用的是混合式的教学 所谓的混合式就是一部分是放在线上 一部分放在面授 关于面授的周次 我们上课的状况 我们都会公布在网路上面 管理数学这门课 它的这个学习的宗旨 教学的宗旨的部分 主要的话我们要利用一个数学的方法 把一个管理的问题建立一个模式 然后再利用我们数学的技巧 去找寻一个最好的一个解答 然后的话提供决策者的参考 我们这门课的学习目标 主要是分成了三个部分 是哪三个部分呢 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知识的部分 知识的部分我们希望各位同学 在利用了这门课培养出了一些逻辑的观念 而且的话呢 对于我们数学的一些工具 数学的一些符号都能有所认识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技能的部分 技能的部分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利用数学的技巧 去解决很多有关于决策上面的问题 在电脑的部分 我们也能够学会如何去操作 利用电脑来解决数学上的问题 那么在第三个层次的部分 就是态度的部分 那也是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部分 态度的部分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有耐心 能够不怕繁琐的一个精神 对于繁杂的算式 我们能够勇敢的去面对 利用我们的知识跟技能来解决 那么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与老师 其他的同侪的话呢 能够相互的讨论 那么对于我们的学习的这个成果 会更加的扎实 我们的学习的对象 主要是以商管类群的 大二的学生为主 那么当然其他科系 只要有兴趣的同学 当然也非常的欢迎 我们的这个门课的基础能力来说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学过了高中数学 当然了 我们学过了微积分 那当然是更好 如果说没有 那也没关系 我们的话呢 可以从头交起 那么最重要的是 各位同学要有兴趣 想要对于未来有帮助 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决策的能力的话呢 想要培养的话呢 这是最重要的 这门课的学习方法的话 是我们在课前 我们建议同学 要先看我们的网络教学 然后看到了网络教学 看过以后 来到了课堂 有什么问题 找老师来讨论 那最重要的是 各位同学的话 对于里面有算式的部分 不要算到一半就放弃 其实的话呢 有些的算式看起来很麻烦 其实算完了以后 会很有成就感 这门课的教学大纲 原则上 我把它的一个学期的课 分成了五个大的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有关于基础的部分 就是基础数学 有关于不等式 直线方程式的部分 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介绍的是 矩阵行列式 在第三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于线性的规划的部分 我们介绍一些 线性规划的技巧 不论是图形法 单行法 或者是使用电脑来操作 那么在第四部分 那就跟微分比较有关系了 那是利用微分的技巧 来求取一个最大值 或者是最小值 最后的一部分 我们介绍的是 以几率为主的一个部分 随机变数的部分 那这是一个统计学的基础 管理数学的成绩的考评的话 我们因为有一部分 是在线上的上课 所以上课的记录 这次也很重要 那各位同学绝对不要 只是点过去就算是看过了 那个上面会记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的话 我们在上面还有安排一些活动 一些测验 那这些的部分的话 都会纳入我们的成绩的考量 这门课未来的发展 还有未来的方向的部分来说 因为这门课叫做管理数学 也就是说用数学的技巧来学管理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当然我们如果说是只是做一些门市的行销的部分 或做店员 当然是用不上 这个是我们未来在学习 做一个自己做一个决策者 或者是替决策者去提供意见的时候 我们的话 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器 关于网络大学的部分 那么老师有三件事情 要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那各位同学的话 在网络大学所登录的这个email 一定要仔细检视是否正确 因为email的话 有些什么事情 我们一定要透过email的话 跟各位同学来沟通 第二个部分的话 各位同学的话 要注意有一个新手上录的一个功能 万一各位同学的话 网络的话登录进去 没有办法能够很顺利的观看我们的课程 那么各位同学 你看一下新手上录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 那各位同学要特别的记得 至少每一个礼拜都要进入 我们的网络大学要看一下公告 因为老师的话 会把有些资讯的话 会在公告上面去PO给各位同学看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一定要进去看 才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最新的教的状况 刚才我们介绍了这门课的内容了之后 各位同学是不是 已经对于这门课 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了解了呢 那希望各位同学 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学习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